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原音字母I的翻译规则 I在中读开音阶中,I发字母的笨声音 I,bike,nice 在中读B音阶中,I发短音A Big,fish 在非中读音阶中,I发A或者是A Animal,holiday 在ND,LD前,I发I Kind,child 在SE和Z结尾的单词之前,I发I Exercise,apologize 你学会了吗?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原音字母I的翻译规则 I在中读开音阶中,I发字母的笨声音 I,bike,nice 在中读编语节中,I发短音A Big,big,fish 在非中读音阶中,I发A或者是A Animal,holiday 在ND,LD前,I发I Kind,child 在SE和Z结尾的单词之前,I发I Exercise,apologize 你学会了吗?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原音字母O的翻译规则 第一种,在中读开音阶中,O发本声音 O,go,smoke 第二种,在中读编音阶中,O发短音 O,shop,box 第三种,在非中读音阶中,O发A 或者是有可能发O,please,potato 第四种,在M,N,V,TH前,O发A,son,mother 第五种,在ST,LD之前,O发本声音 O,post,code 你学会了吗?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原音字母O的翻译规则 第一种,在中读开音阶中,O发本声音 O,go,smoke 第二种,在中读编音阶中,O发短音 O,shop,box 第三种,在非中读音阶中,O发A 或者是也有可能发O please,potato 第四种,在M,N,V,TH前,O发A,son,mother 第五种,在ST,LD之前,O发本声音 O,post,code 你学会了吗? 嗨,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常见的辅音字母加L的翻译 那么在这里,辅音字母开头 然后读字母的本声音L 然后发一个清新音L跟后面的原音来相连 我们来看一下 B加L OK,black Black,black C加L C加L F加L Flag G加L G Glass P加L Play S加L S Sleep Sleep 你学会了吗? 嗨,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常见的辅音字母加L的翻译 那么在这里,辅音字母开头 然后读字母的本声音L 然后发一个清新音L跟后面的原音来相连 我们来看一下 B加L B,L OK,black Black C加L Cl Cloud Cloud F加L Flag Flag G加L G,L Glass Glass P加L P,L Play Play S加L S,L Sleep Sleep 你学会了吗? 嗨,大家好,有同学私信 我说老师分不清楚字母J和音标Y的区别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字母J它是一个辅音字母 在单词中发的是J J 那么它是一个辅音字母跟后面的原音 然后相连 Jacket Jacket Joke Joke 那么这一个是音标 放在这里是一个音速 是辅音音速 那么什么样的字母来发这个音呢? 是字母Y 字母Y 在一般位于单词的开头 发Y Y YELLOW YELLOW YOUGURT YOUGURT 你明白了吗? 嗨,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原音字母A和它的好朋友们的翻译规则 第一种AI或者是AY组合在重度音节中通常发A Wait Say AL在大多数辅音字母前发All Talk 在F M前发Ar Half AR组合在重度音节中通常发Ar Park 在W WH 后发All W AU A-U A-W 组合在重度音节中通常发All Autumn Draw A-I-R A-R-E 在重度音节中通常发Air Chair Share 你学会了吗? 嗨,大家好 经常有同学说 老师,奇奇怪怪的音标我记不住 好,我们每一个音标记住一个它的代言人 这样就容易多了 长音 E Sheep E Fish A E Egg E Apple E Bird E Panda E Park E Bus O Horse O Dog U Food U Book 你记住了吗?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原音字母O的发音规则 第一种在重度开音节中O发本声音O go,go,go,smoke 第二种在重度病音节中O发短音O Shop,box 第三种在非重度音节中O发呃或者是有可能发O Polese,police,potato,police,potato 第四种在M,N,V,T,H前O发A,some,mother 第五种在ST,LD之前O发本声音O,post,code 你学会了吗? 嗨,大家好,音标听读有规律,掌握方法并不难 今天看一下双原音 双原音就是由两个单原音组成合口 集中共八个证 第一个 e,a,i,a,name a,i,i,bike o,i,oi,boy o,o,o,home o,a,o,o,house o,i,o,i,hyer o,ol o,o,o,to 想要学习更多关于音标的知识 点击下方小黄车 寒假音标评读课正在报名中 嗨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PH独一无二的发音 PH组合在发音中只发轻飞 PH在单词的开头发 Photo Phone Phrase PH在单词中发 Elephant Nephew Offen 你学会了吗 更多发音规则关注 经常有同学说 老师奇奇怪怪的音标我记不住 好我们每一个音标记住一个它的代言人 这样就容易多了 长音 E sheep E fish E egg E apple E bird E panda E park E bus E horse E dog E food E book 你记住了吗 嗨大家好 你们一定不知道的音语音节标准的结构 音语音节就像一条蛇 一条蛇有头 有肚子 有尾巴 那么音节有音节头 音节中 还有音节尾 什么是音节头呢 音节头就是福音 或者是福音这么组合 音节中就是原因 或者是原因组合 音节尾就是福音 或者是福音组合 那么从这里看的话 然后哪一部分不能省略呢 一定是音音节中 因为音音节中是原音 原音是一个单词中的发音心脏 它一定不能省略 我们来看一下结构 第一种是头中尾 然后就是头中尾都有 cat 头中尾 meat 然后缚音组合 左中间 ok meat 头中尾 plus 福音组合 缚音字母 福音组合 头中尾 ok 我们看一下第二种中尾结构 也就是省掉头 at 中尾 eg 中尾 art 中间和尾巴 那么第三种是头中 省掉尾巴 she 是头 中 go 头 中 see 头 然后原因组合 是中间 好 省略尾巴 第四种就是单个的音节中 一个i 原因字母 就是一个单词 ear是原因组合 就是一个单词 二是一个原因组合 也是一个re音节 所以说从这里看的话 我们可以省略头 可以省略尾 也可以省略头和尾 但是音节中一定不能省略 你学会了吗 点个赞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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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